刚才跟我老婆两个人吵起来了 前几天他不是考科木杀没考过吗 然后现在重新越考过 让他还是越上次了 他不同意啊 他是想换一个地方 我刚考过网友都说话 我那边好考一点 所以我想去那边 但是那边你都没练过啊 你在这边熟路了啊 其实吧 我觉得我会开的 就是那个停车的 你不会停 哪个地方都一样的 不知道为啥 我感觉他失败就失败 再太骄傲了 还有你刚刚那句话 都自享矛盾知道吗 你说你会开了 当时你又说靠边不会停车 那就是技术不到家知道吗 实在不行 那时候跟人家教育在那两圈就会了 相信我真的 你还是约上次那里 肯定把握大一点的 人家都说话了 那边车少一点 那你真的不运气了 有时候刚好 那个时候也有时候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人说 我老婆没有花钱 去搞那个模拟考 所以没过啊 他花了钱 花了150去搞那个模拟考 而且模拟考还过了 正式考试法还没过 我亲亲自在这里 花了钱去模拟考了 真的都没过 那不能这么说 你要是没有花钱的话 也没过的话 那你跟人家会后悔 你说早知道当时花了150了 不会 我这个心里会舒服一点 因为钱没花 今天晚上就简单点 煎个豆腐炒个青菜再煎个蛋 烤要等10天以后才能烤 到时候我看一下哪边好 烤就烤哪边 那随便你了 今天给你们炒个炒豆腐 炒豆腐是吧 豆腐你怎么做 我的喜欢吃 今天搞个不一样的 拿韭菜的炒豆腐 韭菜豆腐啊 这韭菜要烧烤才好吃 再倒入豆腐 哇塞太多了吧 出锅 哇塞 这蛋是整个还是打散 整个吧 整个更香一点 就是说要我下次自己约就可以了 就到时间你自己约就行了是吧 对 那可以啊 我感觉你好好养活 一个鸡蛋就可以吃一顿饭 哈哈哈 主要这个下饭知道吧 好出锅 我就用这个碗吃了 罗杜杜你作业写完了没有 没有 请吃饭吧请吃饭 罗瓜瓜去洗手吃饭 我的作业辣椒煎蛋 我感觉热到菜特别特别下饭 哎你们那时候科目上开多远 开多远 嗯 就是那条线然后我们四个人 嗯把它开完嘛 我们我们这次跑是一个人开4.8公里 要开4.8公里啊 嗯 开这么远吗 对呀 然后项目全部做完 我们那个时候项目是要做 但是不用开这么远吧 4.8公里 你你哪里做得完啊 你这么远距离 我们是怎么 超车 然后便道 还有虾速 还有会车 吊头 吊头 停车 我知道这才是要 但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然后你 呃 每个人开一段 然后那个 教练说 哎那一段刚好 大概会轮到谁 然后他说 谁谁谁继续好一点 等一下那一段是 到谁来开 这样子 你们 哇4.8公里 那好远了哦 对呀 我们全程开完 对吧 我们给妈妈加油了好不好 好 希望妈妈下次一把 说啊 妈妈加油 对呀 ини团圈 两个人 下aved 下旅 赌云 下 下